在昨天下午的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 聂春雷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就农村疫情防控的具体举措进行了介绍 聂春雷表示 对农村来说 房是重中之重 要外房输入内房扩散 吴尊友表示 聚集性疫情83%在家庭中发生 应尽量避免参加聚会聚餐这类聚集性活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 聂春雷说 对农村来说 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薄弱 所以房是重中之重 就是要外房输入内房扩散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充分发挥农村地方党委政府 特别是两委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 相互配合做好发热人员 外来人员的排查 发现发热的 疑似的要尽快转诊至上级医院发热门诊 对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 要做好居家隔离 并落实相关医学观察措施 提供好相关健康服务 聂春雷表示 具体的措施 一是要做好排查 该转诊的转诊 对居家隔离的做好服务 二是要做好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农村多种宣传渠道 让老百姓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第三是要做好保障服务 包括经费的保障 财政部门已经下达了 今年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首席专家吴尊友说 根据对聚集性疫情的分析 83%在家庭中发生 其他常见的聚集性场所 包括医疗机构 学校 商场 工厂 企业等地点 聚集性疫情 一代病人占22% 两代病人占到64% 个别会出现三代甚至四代 聚集性疫情的发生主要原因 是首例病人 有在湖北或在武汉居住生活 旅游的历史 首例病人发生以后 由于家庭的生活接触 或者照顾病人 或者由于聚餐之类的聚合 使得发生二代的传播 如果家里有病人 或者我们照顾病人 一定要做好防护 家庭居室要注意通风 个人要注意卫生防护 要戴口罩 洗手 尽量避免去参加聚会 聚餐这样的聚集性活动 如果我们乘车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感谢观看